悠悠 星座运势 嗨 大家好 我是悠悠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白羊座满月 自我情绪大爆发的一周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2星座10月14日到10月20日的运势 本周运势红榜 事业进步 水瓶座 精神共鸣 双鱼座 人缘不座 射手座 本周运势黑榜 健康波动 天蝎座 工作矛盾 巨蟹座 关系波动 白羊座 白羊座 综合运势三颗星 工作上本周有特殊的洞察力 或者感知到未来的方向对策 但避免对未来过于悲观 小心平衡好工作前途和感情人静 感情上小心过分固执己见 或是情绪化导致伴侣之间的摩擦 也可能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时 发现自身更多的目标 金钱上偏财不错 本周适合做些投资理财 学习上适合钻研 天牛座 增合意识四颗星 工作上本周你有些无意识的情绪 想要从工作事务中抽离 你也可能潜意识中有一些不安的感觉 你需要先调整状态 心理排毒 才能够更好地迎接现实生活 感情上感情开始逐渐走高 本周和伴侣能够深入交流 也可以通过朋友量于一些精神压力 金钱上偏财也不错 适合合作生财 学习上学习压力逐渐改善 有不懂得可以求教他人 双子座 增合意识四颗星 工作上你可能有一些 关于人际关系的感悟 朋友会引起你情绪的起伏 小心因为想太多 导致一些假想敌的出现 有些人可能会通过朋友 认识到自己目前应该如何解决麻烦 感情上爱情注重实际的分担和统甘共苦 金钱上财政压力最大的时间过去了 但需要小心处理和他人的财务债务关系 很容易在本周引发矛盾 学习上学习状态普通 去卸作 增合意识四颗星 工作上本周你在职场上有危机感 和不得不面对的任务 让你在工作上出现了一个目标 不得不从家世中重新回归到职场 或者有一些工作即将进入收尾阶段 也可能容易对某一个长辈 上司产生不满的情绪 感情上爱情危机感 最突出的时间都过去了 本周好好沟通 有助于关系稳定 更能直接要害意的进行一些沟通 金钱上偏财运不错 学习上有特殊灵感 适合需要想象力的学科 狮子座 增合意识四颗星 工作上一直卡壳的问题 人际关系或者下属有改善 感情上爱情注重家庭归属感 容易受到风吹草动影响 金钱上本周对理财有些特殊的灵感 学习上求之意可能开始变得强烈 特别想要获得某个确定的答复 也容易显得过于坚持自己的想法 你也可能会质疑自己一直相信的某个答案 某个未来的规划是否正确 部分人会对学业产生危机感 穷女座 增合意识五颗星 工作上目前是努力工作 捞金的好时节 很适合学习 沟通 协调好周遭关系 感情上本周你更深层次的思考起人性 但小心陷入情绪的黑洞 一旦做了某个决定 就很难是关系再回到往常了 部分人容易感情出现危机 金钱上财富方面需要谨慎投资 建好就收 部分人可能会有收到一些款项 学习上学习状态不错 进入平稳的学习期 听乘坐 增合意识五颗星 工作上你的人际关系和协调能力不错 但是本周容易出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对立感受 工作上的合伙和人际需要注意 感情上你的感情与人际关系 正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 许多情绪可能出现 让你在自我和对方身上不断摆当 可能引发伴侣之间的战争 与情绪上的不适应感 注意家庭风波 剖析矛盾 理性的沟通有助于彼此关系稳定 金钱上财运不错 目前可能有些物质享受的心态出现 学习上学业还不错 天蝎座 增合意识三颗星 工作上你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 本周会开始让你有一种危机感 需要开始去身体力行 处理工作上的任务 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了 也最好注意一下身心健康的波动 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诊断 感情上爱情最波动的时间都过去了 本周占有欲强 适合牢牢抓住对方的心 金钱上财运不错 学习上学习压力最大的时间都过去了 本周有些特别的洞察力 可以很好地专注于学业 射手座 增合意识五颗星 工作上社交高峰期 工作上可能有些应酬 人脉需要处理 也是和朋友聚会聚餐的好时间 感情上你对爱人与身边亲近的人 都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 本周可能会有一个情感上的觉悟 可能给你带来一些情绪 也让你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需求 你可能会更加认识到 什么是成熟的两性关系 金钱上你可能会在本周 再度出现财务方面的小危机 小心处理和他人的金钱关系 学习平平 靠感觉行事 摩羯座 增合意识四颗星 工作上虽然你的工作将越来越忙碌 也有很多个人目标开始浮现 职场上愿意表现自己 但实在我还是有很多内心的情绪需要处理 尤其是独处之时 容易有一些灰暗的想法出现 本周也让你从工作中心回归到家世 需要处理好家中的事物 但你可能因此感到压力深大 自己没办法分身照顾到所有职责 家人的健康也是需要注意的 感情上人际关系不错 和他人聊天有至于的感受 金钱上财运不错 财气较旺 信息上学习很不错 和他人交流能促进灵感 水平错 增合意识五颗星 工作上事业发展不错 有贵人相助 或者逐渐建立自己口碑形象 部分人有出行的想法 需要谨慎表达自己 以免过于自我的表达 或者或从口出惹上小人和麻烦 感情上爱情状态好转 对未来越来越有坚定的感觉 金钱上财运很不错 本周在事业领域判断精准 学习上学习不错 压力最大的时间都够去了 接下去劳有所得 双鱼座 增合意识五颗星 工作上工作逐渐进入家境 有很多灵感和企划出现 部分人可能会有旅游出差度假 感情上爱情越来越甜蜜 感受到彼此的精神共鸣和疗愈的感觉 金钱上你在一起财务问题 有关合作的成分 夫妻的共同财产 或是一些个人所得 投资理财的领域 都可能有一个结果出来 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款项收入 但是小心人气风波 一些麻烦的关系可能出现 细细上学业越来越旺 有很不错的灵感 享受着学习的过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